这个也很有意思 我们就看看呢 现在CDC已经是建议了 正是建议的 就是说全民要戴口罩 当然是建议 但是川普总统就 第一个站出来呢 带头了这个 但是我反正不戴 对说很好 但是我不戴 就说这个 那么这个呢 他说的是可能很好 他说可能很好 但是呢 这是自愿的 所以说呢 他说 我不会这么做 现在呢 随着这个疫情的蔓延呢 美国口罩 这些医疗器材啊 确实就很吃紧 那么川普就表示 他是引用这个 国防生产法 下令这个限制 N95啊 这个外科手术 这个外科口罩啊 等等这个 个人这些医疗防备 设施的这个出口 而且呢 是需要优先 满足国内的需要 那么他再次批评了 这个3M公司 这个把这个 N95口罩卖到加拿大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看到 他这个 CDC呢 是在网站上说呢 这个最新的研究说呢 有很大一部分 这个新冠的肺炎患者 并没有症状 但是仍然具有感染力 意味着这个病毒呢 可在这个密切互动之间传播 比如说呢 说话咳嗽啊 或者打喷嚏啊 那么鉴于这项新的证据呢 CDC建议的民众 在难以维持社交 这个适当的 这个social distancing 这个时候呢 就戴上这个 布面的口罩和他人隔离 比如说呢 在杂货店啊 在商场啊 在药房啊等等 那么 但是他的夫人呢 这个第一夫人 梅拉尼亚呢 他和他这个 唱了一点反调吧 他就说呢 这个要求每个人 都严格保持社交距离 而且戴好口罩 或者是面罩 因为呢 新冠这个病毒呢 可以传染给任何人 大家可以呢 一起来制止这项病毒 那么CDC的主任呢 Ratfield在这个 记者会上就说呢 第一药物呢 还是要请大家保持 六英尺以上的 这个社交距离 那么这才是 最有力的武器 那么同时呢 建议这个民众呢 戴口罩前 或者戴上口罩后 都要保持双手的 干净 不要碰脸 这才能有效地 保护自身的健康等等 那么除了建议 外出戴口罩呢 现有部分州长下令的 民众的居家比 也就是这个 所谓这个居家令 那么佩洛西议长呢 也在推特上说呢 已经有超过九成的 美国人被要求居家比 但是现在的情况呢 应该是达到百分之百 我不知道他这个百分之百 是怎么来的 那么这个 全国的这个过敏和传染 要求百分之百 对 对 那么他这个 说的对 您说的对 现在这个情况是 要求百分之百 那么现在呢 还有这个 福奇呢 他就说呢 这个 他不明白 为什么 这个总统 不能够通令全国 居家 那么还有这个 CNN就引述了一些 知情的人士说呢 福奇 福奇应该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对川普总统 有很大的这种失望 失落的情绪 因为他的很 诸多的这种建议呢 不被采纳 或者说受到冷遇 这也是让他感觉到 很沮丧 很frustrated 这种 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 他在三号的这个 记者会的前一分钟呢 被告知 不必出席记者会 所以说呢 记者就问了 川普 为什么 福奇没有出现 川普说呢 我不知道 他不是每次都在记者会 我们相处的很好 川普总统有些时候 相处的很好呢 估计也是这个 也是这个带引号的 这个很好 往往是一个 某些人被下课的 一个前奏 那么这个 至于福奇会不会 同样的命运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这是都在这个 川普总统的这个 脑海当中在盘旋 也可能 任何 随时会有些 令人惊悚的 或者说是 瞠目的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我们下面就谈谈 这个想请 陈先生 您分析一下 或者说您的观察 这个口罩 为什么就这么难戴 这难道仅仅是一个 文化的一个习惯原因呢 还是 有跟这个 西方人和东方人 变苗头的 这么一种感觉 因为实际上我们知道 这个戴口罩 中国人以前也不是 这么戴口罩的 是 都是跟日本人学的 这个日本人呢 是最爱戴口罩 这个西方的 很多的这种文章 我看这种报道 包括我看前 前部上个星期 还有一篇 这个介绍 就说都承认 这个口罩 实际上是从日本 这个日本人 这种普及来的 或者说他的这种 暗暗形成一种习惯 实际上中国人 一开始也不是你 包括过去 我们看到的 就是说 污染那么严重的情况 也都很少有人戴口罩 后来是因为这个 要死了 没办法 对 没办法了 这才戴上了 实际上也并不说 中国人就那么喜欢戴口罩 可能日本人的确比较喜欢戴口罩 去哪 包括我 我个人的观察 我个人以前的这种 经历都是这样 我觉得他们 的确对口罩有一种 有一种 天生的一种好感 或者是一种习惯性 所以说现在 您是到底怎么解释 就是这个口罩 按理说 实际上我觉得 欧美的这种解释 并不通 那他说呢 你只有生病了之后 才戴口罩 的确 那么很多人生病了 才戴 问题是 医生看病人 他并没有生病啊 他也是为了保护自己啊 对不对 那么为什么民众就不能为了保护自己戴口罩了 所以就是他这个 这个逻辑有点不太通 您怎么解释 我想 基本上 是口罩还是有作用的 这是现在慢慢大家都承认了 过去是包括日本 中国 南韩也好 还是亚洲这些国家 应该是亚洲这些国家 基本上都是要戴口罩的 尤其这是疫情来了以后 大家都觉得是有作用的 而且我看中国不管是哪派的 有两派 是吗 大家也知道的 但是大家认为戴口罩是比较应该的 这是有作用的 是取笑的 美国这一方面 因为前一段时间开始 大家疏忽 就是川普比较把这个淡化 这个影响开始不大 不大把这个看成一回事 所以不戴口罩也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本来就没有什么东西嘛 但是后来发生了这么严重的时候 实际上大家都知道 恐怕口罩是必要的 刚才你说CDC已经证实了 是应该戴口罩了 这个应该是我想在医学界逐渐已经达成了共识 但是美国人还是不愿意戴 这个刚才你说两个方面的原因我想都有 一方面是说也确实有一个政治心理上的原因 不光是文化心理上 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做作业 照理操作业呢 我不愿意操作业的心理 另外一方面确实 我想西方人可能长期不大的 别人不大的口罩 因为影响自己的交流 说话呀 或者是吃饭呢 什么很不方便 而且也影响自己的形象 看起来不漂亮了 什么都有 而这些东西都有 但这些东西都是次要的嘛 因为你现在是生命要紧了 保命要紧了 所以说现在慢慢的口罩比较多下来 但是这个有些心理上的隔是不太容易 只要是他在觉得我相信我现在出去一下 不会碰到什么人 我们美国反正是比中国那个人口密集的情况好得多 我只要是出去遇下 没有关系的 不会不会残忍的 我就不会戴 反正戴口罩对他们来说是有一种心理上一种抗拒感 心理上有抗拒感 所以说能够不戴是不戴 但是如果是真正的威吓着命的说法还是要戴的 放心好了 他们现在美国的医疗专家属说的是 是这样的 医疗专家属说的是 那个社会梳理 social distancing 还是第一号重要的 第二号才是戴口罩 洗手 他的排序和中国那边还不大一样 中国过去也就是说这次疫情来了以后 排序好像第一个 口罩是绝对是第一位的 然后才是说做到要洗手啊 没有谈到梳理 因为中国恐怕梳理比较困难 出去 在家里才行 我不觉得这个是个很难现在当年大家美国也逐渐重视起来了 就大家 口号口罩现在成了战略物资你就发现这些 因为现在还有一段一个原因是 前一段美国根本就没有口罩可戴嘛 就是口罩太少了嘛 都被前一段很多都抢购 寄回中国去了 寄了户了等等等等 安利伟造成了这个口罩成了战略物资 不是现在其他国家还抱怨美国吗 因为美国有些商家用高价来半途把别人的定的口罩给 买走了或者取走了等等等等 就成了口罩战了 对对对对法刑社你看这一条就是法刑社就说嘛 就是说亚洲国家已经把这个口罩佩戴的普遍化 西方国家在这方面严重之后 而且呢口罩荒当前呢 美国和欧洲多国展开了口罩的争抢大战 待会我们这个题目就会说到这个 导致甚至导致了盟国之间出现了一种意外的一种外交紧张 所以说实际上大家还是知道口罩还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才成口罩战了吗 但是没有这么多怎么办呢 只有提倡是个医生护士 这医护人员要保障 然后才保障一般的人 其他人就可以淡化一下口罩的这个他的作用 这个都是政治家他说话是只能这样说了 我想这个大家自己心里有数就是了 能够还是有口罩 肯定是会增加安全度一些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大家现在心情